8月10号这一天也是农历的7月7号 台湾葛举佛学院莲花菩提院 则是称之为孝庆月 10号也举办了阿弥陀佛超建法会 而普渡玩的贡品生活物资 当天下午也发放了700份爱心物资 捐给花莲地区的弱势家庭成员 祈愿名养两立共赞功德 是否农历七月孝庆月 台湾葛举佛学院莲花菩提院 8月10号上午在花莲县金安厢文星街 11号举办2024孝庆报恩 阿弥陀佛超建大法会 阿弥陀佛关进天界宇宙无量无边 国土佛土 自其皆不圆满 而为接引宇宙一切无量无边 众生离苦得乐脱离六道轮回 永断生死所舍 结果善没有恶只有好 没有坏的永恒光明圆满世界 人其位以地球西方十万亿佛之土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在花莲 花莲府邸 愿离当一个 西方净土的三尊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金刚寺菩萨 三尊的一个超度法会 因为这个月是孝庆或者是度晚的一个月 所以我们特地邀请很多的师傅们 法师们来举办这个超度法会 那希望能够晚生者们 祖先者们 得到我们今天所修的这个 西方净土的一个修法的一个功德 或者是阿弥陀佛的生育力的加持 能够终一生的所有的有限的生生 消除他们的目前遇到的这些苦难 再来上二道的能够所有的有限的生生 能够消除他们的目前的这个平难 然后呢 能够脱离轮回 证得西方净土的果位 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这个 为了这样子 那今年是第五次六次 好像是六次 所以将来我们也是每年都会举办这样子 那再来非常地感谢我们的珍贵的 喇嘛们 法师们 上师们 也感谢所有十方的故事的功德 祖母能够希望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鱼 欣祥实诚 阿弥陀佛 法海师傅表示 这是台湾格局佛学院联华福迪院 办理阿弥陀佛操建法会之后 发放700份爱心物资 资赠给花林地区弱势家庭成员 包括吉安相公所 玉里天主教堂 玉里安德取治中心 花林原住民儿童之家 花林商务儿童之家 花林商务中心 小太阳学堂 九月公益爱心协会等等 企业名阳两立共沾功德 记者金文宏益 既然想不到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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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